首先和大家講講最新的有關疫情的工作 在過去一個星期 即是由9月15日到昨天 9月21日 香港一共是六得67宗的確診個案 但是大家要留意 三分之二即是44宗屬於輸入的個案 所以某程度上扭轉了我們自7月初開始第三波疫情 是以本地個案為主的趨勢 我需要強調這些輸入個案是在那位人士底部 或者在檢疫期間發現的 所以是沒有走進去社區 能夠找到這些輸入個案當然也說明 我們現在的管控制度是有一定的成效 至於23宗的本地個案中 只有7宗是屬於源頭未明 顯示這個新一波或者第三波的疫情 事實上是持續緩和著的 但是由於仍然有源頭未明的個案 換句話說 社區是會繼續有一些隱形的病毒傳播鏈 所以市民在這個時候 確實不應該也不能夠鬆懈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